妙妙 老师说一会儿让你作为代表 跟冷室医疗的负责人 共同为项目组接木 你跟我来准备一下 这行 好 让你来代表 这可是酒店厨房专用的品牌 你就在里边好好量 过来我 杜思云 你给我开门杜思云 我们走 杜思云你开门 远远呢 他不是去后台找你的吗 知道这是杜家的产业吗 我 喂 露天 去查监控 快 老大 人在兵市 记得戴上面具 你腿痊愈的真相还不能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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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迟一步别说大消息了 整个杜家都完蛋 老大 不要放他们进去 露天 剩下的交给你了 你这都该怎么做了 你放心吧 谁让你们放他进去的 我跟你说 你听不见吗 大小姐 刚才见识的可是地号集团的莫总 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 我管的是我地号的 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 大小姐 你给我让开 你站住 让开 爸 爸 混账东西 你这书白念了 骆总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叫你无方 会是我一定好好管账的 您大人大量 哦 是杜总啊 咱地号集团 不是谁都可以记录得起的 你 你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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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爸 董事长 董事长 太阳道 我 美如 知晋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都知道了 是我妈妈 撞死了你父母 这次你又救了我 你离开我是对的 对的 不 我离不开你了 我做不到 蓝志兴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不 我做不到 每次听说你和林玉航同情同处 我快嫉妒的发疯了 你说什么 明明 我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过去的恩怨已经过去了 你已经是我冷志兴的女人 我再终于放开你 什么 我知道你来找我 是来拿H1合同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冷家宣和夏景熙 也在找H1的负责人 这行 你的腿明明为事 为什么装全 妹妹对不起 我这都是为了麻痹冷家宣 我都知道了 所以我想要进夏市当上总经理 查清楚真相 揭开他那伪善的面孔 只要你想做的我都会帮你 谢谢您知心 冷总 夏总好 我们总裁说她晚点到 请二位在这边等候一下 看来妹妹为了H1品牌真是煞费苦心呢 穿着一身高仿的H1 倒是也挺人模狗样的 高仿 姐姐怕是眼神不太好吧 我可是夏市时尚集团的CEO 怎么会不了解H1 她的每一个款式我都了如指掌 你这款 全球限量设计师款 据说H1首席设计师韦德 并没有安排生产 而是纯手工制作了一件 不要告诉我 韦德把衣服送给了你 没错 韦德送的就是我 为了苗苗 一件衣服算得了什么 锦西 你跟二哥生什么气啊 他就是一瘸子 只会用这种手段红红女人开心 一会儿我们拿下H1 到时候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你说的对 我们去会议室准备吧 我们走吧 大家好 我是H1品牌全球首席设计师韦德 今天欢迎大家来到H1亚太区品牌联名提案会 大家都知道 冷室集团和H1品牌关系非常密切 既然爷爷把冷室集团交给我 H1品牌也自然会卖爷爷这个面子 你又何必自讨没趣 不过今天也特别荣幸能代表H1集团 来见证亚太区总裁的上任一事 没听说要上任新总裁呀 是谁呀 看来会由新总裁宣布林林邦是谁 接下来 有请亚太区H1品牌的总裁是夏淼淼小姐 不可能 你也配 各位 这是总部的任命书 大家可以看清楚 夏氏集团的夏雨昕是吧 如果你不是来提案的 现在就可以走 如果你是来谈合作的 请你坐下 这里是H1 不是夏氏 冷知心 咱们走着瞧 把他的东西给我扔出来 走吧 你们在干什么 谁让你们动我东西的 还有你 给我滚出去 把他给我拉出去 把他给我拉出去 姐姐 略赌服 你不懂吗 不服 去找爸爸 好 你等着 爸 小明明他凭什么占我的位置 再多说一句 你给我滚出去 夏氏 好了 毕竟叫他一声姐姐 也不能做得太绝 淼淼啊 你可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 H1啊 真的被你拿下了 那你为了夏氏 可是立了大功啊 其实啊 爸爸一直在盼望着你 早日进入夏氏 是吗 那为什么从没听你说过 爸爸是尊重你的选择 你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医吗 要不是知道你的虚伟 和欣欣作态 我差点就信你了 哦 对了淼淼 过两天啊 爸爸打算 举办夏氏的慈善晚夜 到时候啊 带着直行 也快过来 还有莫总裁那边啊 就由你 亲自出面 带别我们夏氏去邀请一下啊 好 嗯 我不管 你要拿回H1 那可是我最喜欢的品牌 你不是老师的总裁吗 别闹了 老头子还没死呢 拿回董事长的位置 才算真正拿回事 想要拿到H1 需要很大一笔钱 这事还得靠我们一起联手 你爸爸有一笔很特殊的资金 你想办法查一查 我们只要拿到一点点 明天咱们就可以拿下H1 特殊的资金 我好像知道 我的锦细你真棒 你不会也知道 你不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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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这行 有人上高了 这里有一笔款 每年都会回到这个叫 刘晓珊的私人账户 而且金屋都不小 时间已经从六年前开始的 洛田 查一下这个账户 查了这么久 总算有心眉目了 夫人 辛苦了 老大 刘晓珊找到了 明明 我今天要去出差 你一个人可以吗 那你要早一点回来 什么 查清楚 是谁查了刘晓珊 你要的时候 灭口 就不要怪我故意 你 你在这儿带着我去追 你在这儿带着我去追 还是让他给跑了 夏总 不好了 公司旗下的多家美容会所 发生了严重的过敏问题 有的甚至到了毁容的地步 您看一下 现在有好多客户 举报我们使用劣质产品 去 去查清楚问题出在哪儿 不计一切代价 该安抚的安抚 该配偿的配偿 去吧 好的 我马上去 等等 我和你一起去 夏淼淼 你也有今天 通知各大媒体 我希望明天看到的方向标示 夏淼淼一业务不经 管理失职至人毁容 要求罢免她的总经理职务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在15人间 您稍后再拨 the subscriber 江凯市夏氏集团 幸运总裁夏淼淼 因业务不经 倒是管理严重失职 使用变质产品 造成严重后果 夏氏集团 会如何处理此事件 让我们拭目以待 晚安 洛天 现在立刻回江海 老大 我刚睡下 啥事不能明天说 情况紧急 马上过来 咱老大 是不是夏淼淼出事了 我们现在立刻回江海 老大 你看外面天气 都挂台风了 咋回去啊 航班也得开车回去了 咱俩 我开车回去 咱俩 咱俩 你不能开车 我来看 把诚分表找出来给我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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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mod然 咱俩 你冷静一点先把他放下 先把他放下 你冷静一点先把他放下 是老板呢 他怎么进来的 快点 这位先生 你是老板吗 是 我女儿花这么多钱在你们这儿做美容 我敢没人让她变美 还有劣质产品让她毁容 她曾二十岁 让她以后怎么嫁人 你们真是介绍 我让你们宣战现场 好好一个女孩 因为她变成了丑 要我说 她这种人 还该死 这位先生 你冷静一下 我已经查清楚了事情的真相 问题处在 我们的产品被人一次冲好吊包 而吊包的 就是冷氏集团 这个小姐 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她利用了你 真的 你想想 她是不是挑唆你来我们这边闹事 是我们这边的产品有问题 是你 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 你不要相信她 她是不是还告诉你 她就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冷氏医疗有办法治好的女儿 我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 老师拥有世界上最顶级的意料设备 不怕治不好你女儿 你真的是冷氏集团的总裁夫人啊 当然 你放心的去 到时我会把安保人员调走 我不是总裁夫人 她是 她是 冷氏集团每天都来接她 我勿怀你们是谁 你又出来负责 我勿自私 我是冷氏集团 我可以负责 我 minds 你是 干什么 好